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博阿斯存在矛盾 埃尔克森在上个赛季 几乎没有多少出场时间 不过本赛季 埃尔克森则是迎来大爆发 在中超第20轮比赛中 由于吴磊累计黄牌停赛 埃尔克森成为封线主力 埃尔克森也没有让佩雷拉失望 率先打入一球 最终帮助球队2比1战胜剑业 在中超连赛中 埃尔克森出场6次 打入3球 堪称高效 本赛季上岗致力于 把吴磊送上射手榜 所以 埃尔克森的出场机会相对较少 不但在中超表现抢眼 在此前的亚冠比赛中 埃尔克森在球队绝杀穿其前锋于卫山现代的比赛中军攻入过制胜球 亚足联在官网评价埃尔克森 埃尔克森是亚冠联赛的偶像人物之一 也拿到了两届比赛的冠军 在亚冠恒大对阵FC首尔的决赛 他在两个回合都有进球入仗 最终帮助恒大捧起了那年的亚冠冠军 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高拉特塔利斯卡等人 也难以跟埃尔克森比肩 不知道恒大是否后悔支援有军打压冠的这个决定 有点点有请准备 APPLAUSE Galv經典 Magia Displ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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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